兰博都来了 这把WPG上中野直接把强度拉得很高 而且这个勒弗兰可以玩AD啊 我觉得他这个勒弗兰可以玩AD啊 但当前版本AD勒弗兰不是很吃香 但他如果3AP 有点冒风险 这个阵容伤害组成有点太变态了 什么意思 YSKM直接亮刀 本赛季在季后赛 掏出了自己春季赛的第一把艾瑞莉亚 这个打兰博其实是有说法的 这个纯手法应许话 那么只能暂时后撤下路同步拼了起来 这个对线微博的下路打得有点好 三级卡着二级把血线压了下去 这个强传激光空了 也升三级回身对拼 微博技能可更多呀 这个气泡断了Lite闪现追击的前路 Wik的这个气泡很关键呀 Lite走位扭了 你看这个气泡导致交闪现是A不到的 否则这一下闪现A有可能要把卢仙的人头打到了 那这种对线的卢娜 已经非常非常散步了 天真在靠 微博有没有意识到 双8五在闪现的瑞儿马上就要来了 骗有点多 瑞儿已经到了 这个位置可能要瞄准的是辅助 刘静松这个位置交出闪现再拟 走位扭 再走位扭 全扭掉了吗 那这样的话抓不住了 Wik不敢跟了 状态这么好啊 微博 开了 下路大树来了 卢仙是没有闪的 穿梭闪 保纳美 知道卢仙有进化 纳美这个闪现是什么意思呢 线上没优势去了伤害不一定够 大树来了 两踩上去 已经来了 把大片出来再回去打闪 哎呀 全是操作 他也没上六 所以这波想想 哪啊 选择了 看到你瑞儿的位置 直接开大招 卢仙有进化的 但是Wik上一波你闪现乱交是吧 哎 这个Q的位置拍的有点差 但没关系伤害够了 但也是吃两層了 变真 来了来了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 有手农民先手开大招 再拦 比一双人没拉住 跑跑的方向有点远了 李扎 蓝博选的大招先把脚底下的线轻了 破碎护盾开出来 回身直接红温制烤挂点燃 YSKM有一发隐磨刀 这个隐磨刀帮他锁住了血线 而且天真下一套技能好了 闪现挑回来 反向一个Q 等一下刀妹的技能 但蓝博还能拉扯 闪现都比一双人 这个鱼叉上了 一打二了 天真是没有伤害的 下一发鱼叉如果中了 就要把他灭 直接在Q 下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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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朗 Sm company 这波小按 好像也走不掉 这招 no 上去到底 两下 三下 light 拿到双杀 上下 同步开花 但是被ZDZ扭穿了 大招起手 还是求了个最稳的大招起手 但是没拉到啊 一双刃在等 没拉到 而且ZDZ这个打下的很好 清线连烧俩 就连兵线带人全给弄了 然后贼冷静 然后一看以魔刀护盾出发 往后拉扯 天天下一条技能好的时候 刀妹跟不上来 他还Q断了 游戏の蜜Q兵 把自己的Q拉断了 他玩毛啊 看到这个财血兵吗 刀妹Q能断Q的你怎么玩啊 就你2打1Q断了怎么玩 然后下路 怎么回事 圣枪洗礼 冰洗掉了 但是你的打也在上面 刘秋松直接跨线过来 小弟兄怎么说 这个露露先倒了 应该是先把露露秒了 没有后续了 闪现穿梭 两下 然后有超线暴闪的 移速加成 过来再一下 拼头掉给露仙 还是能够接受的 露露也没终结 怎么说小浩 AWQ拍回来 泽力在身边 大树这边贼肉 在一个惩戒出发 凌方平分还往前追 翻山过来 一而配合大树闪现Q 最后的一点时间 我微博直接选择 先让泽力推下路线 他还要来接 他让泽力先推下路线 小浩开大招 拼惩戒 龙是被瑞尔拿到 那这样在龙坑的位置 要打起来了 变阳交给了前面的天真 天真已经快死了 被暴了一下 超线暴闪好了 泽力一行刀拉开 先点死一个瑞尔 沙皇这边想过来找小虎 小虎还有没有迷宗 拉开了位置 再回到没有迷宗的印记 身体有点想留宽意 下一发链子短了一寸 问题看起来不像大树的问题 不像大树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微博状态太好 你对线打不过 中虎刚才是小虎 WR上去玩了一套 怎么说开露露 露露交弯闪现 还有黄眼生长 泽力直接划脸 一划三 小虎进来踩 带一下平安 大树捆进去 大妹已经倒了 卢仙也倒 前面这边下马形态 移速并没有很高 小虎飘式提发 平安拿到她的枕头 同时下午前锋 打击出去 一打也被撞掉 我觉得现在让个人都赢了 就很难 现在对于IG来说 就打团死个露露 该都赢了 跟何光松松这把状态还好 死不了 小赖子气不 划三个人脸上 就正常来说 德力在这个时间点 是打不出这么高点相待的 太肥了 他现在直接开大招冲进去 被击了直接 又来了 大树大 下路考验人性的时刻 纳美帮忙挡 好在大树这一波 没有捆上去 兰博来到正面了 大树真要开大了 这不想硬呀 小浩直接把大招了 会有人被捆住的 兰博大 大的非常好 天真这边只能往右边走 被兰博考住 天真这边玉铁树上墙 瑞尔这边 跟队友有点分散 怎么说 被纳美的大招 从墙上给挂下来了 但他已经来到了 红野区的附近 快应甚至赶紧推到队友身边 闪现个鱼叉减速到 再配合露露大的鸡飞 把人包饺子一样 包在这里啊 小谷也来了 两段踩过来 直接拿下小安的人头 赖他还在断后落 一看TP来了 微博选择撤了 机会 也有个理由吧 WBG很稳啊 直接运到上路来 交踢 那这样交踢的话 还选择了先往后撤 YSKM直接Q了上来 大树在侧面开一个大招 阻止一下 埃及有可能的追击 又是捆住之后 蓝博撒大招 把四个人全都消耗残了 三路的兵线压力 再加上大龙腹肌 一直有压力 交踢抓到妹了 视野也做不进去 有闪的倒是 这个位置 小虎看看链子连住 是有机会的 大树能赶上 YSKM选择了 往勒弗兰身上Q 然后直接捆了上去 后续队友已经全来了 勒弗兰再冲上去 第一时间 YSKM撒了一个救赎 能扛住吗 杀光一个推 回头和兰博 但兰博有一个中亚 收压开放 瑞瑞已经倒了 YSKM14岁的人对了Q 也Q不死 这个弹起来大树 兰博虽然被解决 但赖链来到了现场 我也给一个气泡 炮住了赖链 好在是没有让赖链 再曾追击之势 戳一下 雷就交出闪现 蓝色视频发现了 但小虎在暗上 大龙打的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快哦 小虎绕了一下 天真走过来 没有人帮他插眼吗 没有人帮他插眼 终于插了一下眼 发音去找小虎了 大树大招交出来 来不上好高 小安要被偷掉了 小虎过来点一下 小安已经倒了 泽莉配合他自己的队友 也就是换了两个三个 泽莉这边被击杀 但是现在埃及 只有两个人 活跃在战场上 变扬变给了 Wescam 再被大树捆一下 小虎还顶着 出手大招 风火的点他 打背上去 出发了影魔道 但Wescam 也没有办法再操作了 那这样 献计了AD之后 当然Light给我打得比较激进啊 半血就没了 第一双刃 没拉到 升线系里 还有二段的 没有迷走 找一个分身出来 小虎这边有踢的呀 他其实甚至可以回去 然后踢这个正在扛塔的兵线 怎么说 小号找角度太大了 小号的大招来了 瑞尔被捆在塔下 威博这边还是选择了 先点一下防御塔 比较球稳 开到了 正面开 但是只开到了前排 泽力的位置非常好 上位一个推 把两个人推回到了高底下面 但是Lulu有闪啊 闪回来之后 Wescam一个大招 在人群之中空掉了 Wescam也要被击杀 剩下的Lulu 是被透体双方给穿死 但是正面三个人残血 小虎还在带中路 而上面的蓝博 依然是个三分上 得到前线 闪现红温制靠 这个火烧 直接把对面的两个人烧死了 配合上泽力的一个 29分钟 要结束了 在恭喜微博的同时 我觉得也可以变相宣布 IG这把结束被折磨了 这个确实被折磨 没办法 确实被折磨得有点厉害 还是那波吧 下路没抓到 上路被操作 游戏就爆炸了 那我们也要在 BO5的第二局结束之后 恭喜微博 目前2比0领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多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